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第二小时的POP最正点 今天是礼拜三小周末 所以我们今天请到的是知名音评人翠翠 诶 苏惟好 大家好 我是翠翠 十月的正点电影院 每次翠翠来我们都是来不及跟她分享完全部 因为想讲了真的很多 想分享的是非常的多 那我们今天也请翠翠说就是 有一些重点片她可以稍微跟我们就是讲久一点 那其他我们就是让大家知道说这个片子要上就好 那如果说从这个好片爆你之 目前正在上映中的有什么呢 我们第一部要强推的就是 这个周末刚上映的乐透大作战 这部电视是算是韩国的电影 然后它已经创造在韩国百万人次进场观看的纪录 已经百万人次了 在韩国已经超过百万人次了 我发现他们好像从七八月开始之后 他们就屡屡要创下那个百万人次了 是 他们那种算是长线 我觉得韩国人还是有一点蛮令人敬佩的 就是他们非常挺国片 但是他们挺国片也不是乱挺 他们是因为韩国电影现在是真的很好 然后呢 这部是一个喜剧 我觉得他们有掌握到的某种流量密码 就是韩国电影最近 还有戏剧 就是自从 真的是自从爱的迫降开始之后 在爱的迫降之前啊 其实韩国人在讨论南北韩议题的时候 他会带入一些可能是战争的 或者是可能一些谍报的 例如说 伟大的隐藏者 或者是那种机密同盟的东西 都是会去讲说二两个人的国际关系情势紧张 然后因为整个世界的脉动啊 被迫就是南韩北韩军人 或者南韩北韩警察不得不一起合作的那种攻势 就是谍报一起兄弟重新牵起手面 向对国际宣战或对抗的过程 但是现在已经进化了 这种爱的迫降之后 大家就开始在爱情小情小爱上面做文章 他可以强调就是南韩北韩兄弟情之外 其实也有一些爱情 对对对 那种东西就会加进来 所以他就变得很热闹 基本上乐透大作战 他的故事根本就是 有一张南韩的乐透彩卷 然后中了两亿 他漂洋过韩 就是爱的迫降是这个降落伞 然后他这个是乐透飘到北韩去 对对对 爱的迫降就是一个南韩的大财阀女人 调到北韩嘛 基本上那张也是一个乐透 那个概念是一样的 然后那张乐透既然调到南韩 北韩大家就可以想象说 你那张乐透一定要在南韩兑换 所以北韩人拿到是没办法 那北韩人也好想要再避免 要逃出北韩是不是 要沉进南韩 就有这种情节 这很有意思的 很可爱 所以他们会有一些 一样就是跟你在爱的迫降里面 看到任何有关 例如说南韩人到北韩人 南韩人到北韩去逛一圈 然后接下来就是北韩人到南韩去 留姥姥逛大光源 那种东西公式就是一样的 但是他们会有很多各式各样 还是一样外样 你就哇怎么可以这么好笑 例如说 例如说有那种他们要去兑换那一张乐透卷 那是因为他们很怕那张乐透不见 所以他就把他缝在内裤里面 然后你缝在内裤里面不够 你还要一直抓着那一张 然后就看起来就很猥亵 然后所以就整个地铁站在那边开始 就是他穿着军服 因为是南韩北韩交界一定都是军人嘛 所以就是那个主角群全部都是军人 所以就有一个穿着军服的军人 他一直很猥亵的抓着一张乐透 然后呢就在那个南韩的那种 很大的都会里面这样逛 他要坐那个高铁啊或者是捷运啊 然后终于到银行要去兑换 可是他沿路就被网路上网民 就是直接拍起来 因为想说他们在cosplay还是什么 不是就是觉得说 他们那种hashtag就是变态军人 就受到瞩目这样子 你就会看到那个网路上面的一些乱象 那这个也是一个 算是南韩电影的一个强项 他们会透过一些可爱的社群网路文化 可能是贴文啊可能是限动啊 然后就直接出现在电影上面 所以他其实是可以跟年轻人沟通的 年轻观众看的都是很熟悉说 诶这就是我的日常 可是他把它弄得很搞笑 甚至他可以一路追寻那个军人 现在已经到了那个 复航豆浆在吃豆浆了 然后被拍 然后诶他现在要来我们pop radio 有点像楚门的世界这样子啊 就跟着一路上被拍 所以就是pop radio就直接打电话说 诶变态军人你在这边吗 因为大家就可以直接追溯了 我觉得他那个很既视感的让观众感到 诶社群文化的力量 然后再加上他们南北韩的一个文化差异 的一些各种笑点 就会在里面就是猝不及防 会让你戳中你的笑点 然后再加上我其实 我觉得台湾观众绝对很熟悉 以前我们也有一些大头冰日记的东西 那个就是当冰文化会有一些很好笑的 内部的那种学长学弟制的一些互相的 你要说霸凌也好 或者是互相的逗弄也好 他们就全部把他弄成笑点 他变成一部就是照理来说 他社会写实会牵扯到一些黑暗的东西 例如学长欺负学弟 哇他把他弄得很好笑 就是因为他们的文化差异 会让北韩人到南韩的时候 被霸凌的时候不觉得自己是在霸凌 然后他会有一种他自己反抗的方式 然后你在那边想象一些北韩的军人 真的北韩女军人 他也是一个点 就是大家会有一点想象空间 哇把他弄得很漂亮 就把他变成北韩IU来处理 就一切都很荒谬 但是你会觉得哇太好笑 而且他拍得很精致很准 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到喜剧 他有一个东西很难拍 就是你那个节奏掌控的不好 通常都会大家觉得很尴尬 笑不起来的感觉 没错 但是他整部片都会让你从头到尾 就有些东西你完全可以预料 但是他拍得很精准 然后用电脑特效 或者是拍片的节奏跟剪接 弄得很好 然后再来就是这些主角群也很重要 以高跟小为主的这一个男主角 他就是本来是一个非常想要经营牧场 结果先来 因为不论是南韩北韩人都要当兵 他是一个义务 然后他所以他就突然有一天 他先捡到了这张乐透 想不到这个乐透有一天就飞了 然后飞到北韩人手上 他一心一意觉得自己 他也想要去北韩找 对对对 所以后来他就被交换到北韩去了 所以一切很荒谬的剧情在里面都成立 而且因为他们是身为南韩人 他们有一些基础教育或知识 所以他们就可以运用在北韩的 例如说增加他们的牧场 或者增加他们军人的生产力的部分 突然之间南韩军人到北韩去 变成了一个非常厉害 就是国军觉得你好棒棒的一个军人 然后一样同样的同理的北韩人 到南韩去也突然变得好棒棒 就是很荒唐 好所以这个乐透大作战 可以让这个确确讲得这么愉悦 就表示他真的很好笑 这个9月30号已经正式的上了 好那接下来这一步 来讲那个好了 疯狂副作用 疯狂副作用 其实大家就会知道说 如果你是有在关注世界影展的话 你就会开始看到 其实有一个导演 他现在非常年轻哦 有点导演他正式崛起 他现在欧洲现在非常 大家大热门的一个影展导演 那他其实已经得过很多次的世界影展的肯定的奖 所以他算是一个很重要的 如果你今天是影展迷 那你就必须得看 他们怎么样透过这种很荒唐的情节来 算是批判公立主义的国际情势跟社会价值的东西 所以影展迷必须一定要把握的一出 10月7号上映 好疯狂副作用 那再来下一步叫做政客陈时中 陈时中耶 对啊 他这个取名字就是很符合现在的那个时代 真的是我们知道2020年疫情崛起之后 疫情爆发之后呢 陈时中就一直出现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 然后当时有一部南韩电影呢 他就是有一个女生 他是女政客 然后呢 他就刚好吃到陈时豆插包之后 他就得一直讲实话 但是我们知道政客是最不会讲实话 最会讲谎言的人呢 所以他你就会看到 他也是一出喜剧 就是讲 一方面他又是女政客 所以他又带出了韩国父权社会里面 多么 例如说婆婆怎么样欺压 媳妇啊 然后媳妇又得反攻 所以他不小心都会讲出一些就是诚实的话 然后所以他那个时候陈时中 这个关键字就被双重引用 然后造成了蛮大一个风波 然后想不到其实那个时候又很红 红到他们就真的拍了续集 今天才会看到第二集 好这个是 政客陈时中 10月7号上映 他们的喜剧片蛮多的 类型很多样 因为真的太难了啦 喜剧真的太难拍了 今天如果台湾有一堆喜剧片可以看的话 那我们也要感到感谢 应该是这个电影事业 应该是蓬勃到一个程度 他才会都是喜剧片 没错 好的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今天来到现场的是知名影评人 恰恰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OP 最正点 好 10点18分 正点 电影院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知名影评人 恰恰 刚讲了几部 正在上映的电影 然后有些是10月7号上的 那有一部日本片 何畔小日子 何畔小日子 那是一部必看的 也是 我觉得它可以被定义成 疗欲型日本片 因为迪尚直指这一个导演 他以前就在影展圈 其实有封过一轮了 因为他以前自从 吉野理法之家之后呢 柏林影展就发现 哇 这个特别适合儿童观赏 为什么 其实他不是儿童电影 但是呢 他很会把那种日本电影 我们喜欢那种清新 然后慢活的那种风格 抓的 就是你看他的电影 你很像直接到日本旅游 然后他后来一度推出 他也拍了去北欧拍 海鸥食堂啊 乐活俱乐部这种电影 就大家会觉得 哇天哪 就是日本的美食啊 日本的生活文化 日本女性特别 大家喜欢崇尚的那种 甜蛋风格 然后至少 小日子的那种 对那种小 讲的太好 就是小日子的 过过过的方式 会让人家非常喜欢 就是小文青的那种东西 他重新就是 迪尚只有一阵子没拍片了 然后这部算是大家 有点算是引颈期盼很久了 然后故事其实也很简单 因为满脑光 其实他就是一个 也是这种日本明星代言人 就是他长得非常特别 然后呢 他又可以形塑跟诠释 就是某种日本女性独特有魔力 但是又带有清新特质的那种东西 就是他人一出现 就是有仙气 然后呢 整个环境的气场都会改变 然后从他改变气场的时候 你去讲一个 有一个简单的故事 就是有一个人 他到了一个日本的北路 然后是一个很简单的 加工工厂工作 然后他进去一个 看起来大家都很平凡的 鲁蛇社区之后呢 诶怎么样发生 社区之间的小故事 其实我觉得有点像是 蓝钓的那种东西 然后是日本版 是是 那你会看到就是 我们知道说好 我们知道蓝钓就是 日本韩国的小渔村 然后大家居民啊什么 大家都很热血 或者是很有活力 然后大家努力的过小生活 可是日本人 他们过小生活 而不是这样子 他们会更失语 然后更甜静 然后更安静 可是那个凉风吹过来 你就会觉得 嗯 根本上你就是被 整个风景跟地狱人 风土人情就疗愈了 所以如果你喜欢 没有那么傻狗鲜 或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喧闹的啦 对对对 你要找到一个 平静的心情的话 所以 《抵上十指》的电影 是你的好选择 和伴小日子 好那再来有几部是 大侠胡金泉的 副科是不是 对 大侠胡金泉的纪录片呢 它其实 我们在9月17号的时候 金马奖公布 入围电影的时候 它就是无悬念变成纪录片的 最佳纪录片入围的电影 那它这部电影呢 其实分成两部 叫做大侠胡金泉的 现在其实曾经来过 这是上半部 在4月20号 21号的时候会上 然后接下来下半部 过一个礼拜就会上了 就断产人在天涯 它其实是讲的 如果你也非常喜欢武侠片 你就要知道 其实这个就是开山主之野 就是不论是里安的 卧武长龙 徐克那种很厉害的 九命怪猫式的东西 全部都是来自于大侠胡君泉 他的原创跟创意 就是我们知道 卧武长龙拍那个竹林戏 谓为经典 那真正在竹林打斗 然后把它视觉化具现化的 除了小说 金庸小说之外 就是大侠胡君泉 就是胡君泉 把它拍出来的 那他上半部呢 先知曾经来过 为什么取名为先知呢 就是他用胡君泉 在影坛上面的一些功劳跟建树 他怎么样创发性的 去开发某些拍摄技巧 然后怎么样 把京剧文化跟国剧 那种东西 昆雪也好 什么那种音乐 移植到武侠片 然后成立 然后直接用他们的旋律节奏 跟拍片的步调 来诠释 来脸谱化 让这些那个武侠里面 闯荡江湖的大侠们 整个角色跃然于直上 他是把它直接用 就是因为那个金剧算是舞台剧 你把它电影化之后 他会有一个非常直接的 美学系统的传承过来 那个东西是本来 全世界没人想过的 那这个东西就是变成开山主石 也所以整个技术的环节上面 武侠片的脉络 其实你不要说李小龙那些东西 都是从这边开始的 然后上半部聚焦这个部分之后 下半部就会讲胡君泉 他在世界影坛上面 就是他人生传奇故事 他的崛起之后 他人生机遇发生哪些事 你认识了哪些人 然后后来影响了哪些人之后 所以你会看到徐克也好 甚至连底安的电影 全部都被纳入 就是说 这些人怎么样去投食 去学他的东西 然后可是他玩景又变成怎么样 然后知道他过世 的那个导演的生命历程故事 所以上半部 如果你喜欢看武侠片 然后对于这个武侠电影工业的 想要更加了解的话 你看上半部 他会有一个非常完整的表述 然后如果你想要认识胡金泉这个人 他的生命故事的话 他的传奇 他的传奇的话 那你就去看下半部 断肠人在天涯 所以他两部的时间中间 是相隔一个礼拜左右 是是是 所以你上礼拜看完那个 下礼拜之后就可以再补上了 OK好 大侠胡金泉第一部曲 先知曾经来过 然后还有二部曲 断肠人在天涯 这个就是 你如果看到什么 时刻啦 吴雨森啦 是的 他们都受访了 他们 全部人都会拍 许安华啦 也都有受访 他曾经也是帮胡金泉拍的 郑佩佩 郑佩佩算是 侠女 她是侠女 算是从胡金泉开始 所以郑佩佩也在里面 很感性的讲了一句话 是没有胡金泉就不会有我 那为什么郑佩佩 她会出现在顾武昌龙 眼闭眼狐狸 然后大家会 微微花 然后就哇太棒了 这是什么武侠片的传承 其实郑佩佩都是因为 胡金泉的关系 好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来看 这个就是10月21号 10月28号要上的 大侠胡金泉的上下部 好那台剧 好台片 你觉得台片今年是不是跟两 前年去年相比 今年稍微有有有比较 我觉得今年 成绩一点点 我觉得如果是现在正在上映的 或许有 但是因为我们最后会聊一下金钟 讲去年这一整年来 到今年年中的所有的台湾台剧啊 的一些成绩 其实成绩但是很好的 还不错的是不是 没错 好那来看国片好了 国片第一部要分享的是 最后真相 最后真相 为什么要讲 玄一片 对为什么要讲最后真相 因为最后真相是张小泉 他主演 然后再度 他之前有用男朋友女朋友 入围过台北电影奖跟金马奖 今年又再度靠最后真相这部电影 来问顶金马影帝了 然后其实迎面还蛮高的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他演了一个媒体人 自媒体就是呢 一个不太 新闻台一面不太红的人 然后他很想要努力东山再起 所以呢 他就什么心三色啊 就是很血腥的去 很猎奇的去报道一个杀人犯 他后来怎么 他后续的故事 然后所以成为自媒体 然后重新博得观众眼球 创造百万点阅率的热血过程 哇 所以张孝璇在里面 演一个自媒体的媒体人 那陈昊森呢 陈昊森就是那个杀人熊手 哦但他还蛮颠覆他的 是 陈昊森其实本来就是一个 益政业姐很 我觉得他在台湾的 现在新生代演员里面 算是特别会演那种 情绪很满档 一百分 就是他很疯的时候 他可能眉毛因为很浓吧 对有关系 眼睛也很深邃 他很会演那种疯癫的 就是到一种失控的状态的一种角色 所以其实他特别适合演坏人 而且通常演坏人哦 你被高度注意的几率还蛮高的 是啊 因为你演的够到位的话 现在演员有一个 就是成名的密码 就是演坏人 你演好人没用你知道吗 就是最近其实前一阵子 我们讲谢霆锋好了 他最近也狂演坏人 那你演坏人你特别 因为你可以演的很psych 对啊 因为他的表现的那个机会 还有层次感会表现的比较多 没错没错 就是你从一个最沉寂的 然后到最恶魔式的 张扬武装的东西 他那个表演幅度可以拉得很高 最后真相是10月28号 所以基本上他是一个犯罪悬疑片 是的 那女主角是 最后真相的女主角 其实是去年的金马奖 最佳新演员得主 方玉婷 方玉婷 美国女孩的方玉婷 对 这部你大概会碍死她 他等于是美国女孩之后 就演了这一个最后真相 没错 而且他演的超好 就是你完全没办法想象 我们刚刚上一pop 是一直在那边讲说 天哪喜剧很难演 方玉婷就是这部电影的喜剧蛋囊 他是喜剧 我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他不是刻意的 但是他跟张笑诠之间的妇女互动 永远都是笑点 就是他很认真地在讲一些 他就知道 他爸爸就是一个过气的新闻人 所以他从头到尾 他是不称呼他爸爸叫做爸爸的 他都会故意讲他爸爸 就是跟他爸爸bodybody的称呼 所以他那个讲话 方式超好笑 而且我们知道美国女孩 他是演一个ABC的那种东西 所以他的那个口条 永远都是 Leave me alone 就是get out 就是那种东西 但是那个通料完全不见 他在你一遍 你会感觉 他是一个扎扎实实 在在地地的台湾女孩 OK好最后真相 然后10月7号会上童话世界 也是张笑诠 他的这个 这几年的产量还蛮大的 张笑诠真的是 我觉得有时候演员 他会有一个他的本命年 或者是他的年 就是以前 其实演员 可能一部电影可能演一两年两三年都有 但你根本不知道那个电影 或者那个戏剧什么时候上 因为那是制作方的故事 但是呢 张笑诠的刚好这两年演的电影 就刚好都在 电影啊 或是连续剧 档期都上了 是 所以张笑诠在这里面演的是一个人权律师 对 跟那个最后真相里面的角色是不一样的 对 但都是职人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这两部戏怎么样分别 全是不一样的职业代表者 然后这部戏 童话世界 我们之前有访问那个唐福瑞导演 他就有提到说这个就是 他自己写的本 因为他真的很会写小说 因为他律师背景嘛 所以他就是对于这种 所谓叫做强势的 性侵 性侵 对 这个议题就是蛮受到瞩目的 所以大家对于这样子的电影 也可以进电影院来看看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再回到节目当中 好 10点33分 欢迎回到POP最正典 这个即将要上映的几部台剧 我刚刚提到的最后真相 10月28号张笑诠主演 另外一部张笑诠主演的是 童话世界 这个是讲到 就是律师法庭案里面 这一部片 可以说是演绎的非常好 没错 而且其实我们如果看过台湾 这几十年来 每次在讲到律师职人剧 或是律师职人电影 我会发现 我真的没有任何一部电影 可以拍了跟童话世界一样 好 就是当影星 这个很厉害的女律师站出来 或者是张笑诠 他从一个菜鸟律师 蜕变成为很资深的老鸟律师的那种过程 他每次的辩论 每次站上法庭来说 你都可以感觉到那个气场是对的 或者是那个氛围是够肃杀的 基本上呢 我觉得是我今年 除了看过强哥跟安博的法庭戏之外 最好看的台剧了 那强哥他们要得到真人实敬奖啊 他们是真人实敬 number one 听说已经有类似的纪录片跑出来了 对啊 所以这个童话世界 其实我觉得拍的算很完整啊 一定是有看头的啦 好 那他是10月7号就这个礼拜会上 是的啊 再来一部是你在我心上 这一听应该是一个爱情片吧 没错没错 其实呢 青春的爱情电影 算是台湾人的一个 台湾电影的一个强项啦 那你在我心上呢 张庭胡算是台湾 拍了蛮久的偶像剧的一个 他到现在还是一个蛮清新 就是形象很清新的男演员啦 然后袁芷芸呢 就是如果大家喜欢看在车上 他就是一个新兴 算是新人女演员 非常有potential的 然后英文讲的超级好 也已经去奥斯卡好莱坞换过一圈了 那这样的女生呢 他回来来饰演一个女孩 女学生的角色 那其实还有最重要的是 这部片呢 他的故事文本呢 其实是来自于蔡志恒的半自传故事 痴子菜吗 没错 天呐 大家是得痴子菜吗 就王小十足 这应该就是这一代 如果年轻一代的话 就是Peter Sue之类的吧 是 是吧 类似Peter Sue 或是四一这种 九把刀啊 他们藤锦树 大概都要叫他学长师兄 对对对要叫他学长 因为他等于是早于 九把刀啊 藤锦树 在更早之前 没错没错 痴子菜他的青春爱情故事 所以这是他半自传故事 是的 所以其实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 如果你还是对于台湾 青春爱情电影有信心的话 其实这部片是可以 还有啦 就是现在的小男生小女生 你要怎么样感受到 很原真原原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看了很多的爱情电影 爱情的 就是很多爱情剧 其实我们都蛮仰赖韩国啊 中国大陆或者美国啊 这些养分的 你要看一个很原汁原味在地的话 欸其实 你在我心上会是一个好选择 而且李里仁跟陶晶莹都有演了 是的 这其实 他们是演的是夫妻吗 欸我不知道 因为我只知道他们 对他们在里面 就是他算是一个亮点啊 就是我们知道 其实李里仁他在那个 划断初唱之后 他又重新又被注意到 因为他在里面演的实在太坏了 哎呦好可怕 所以他也会知道说 其实他是演员耶 然后再加上 你就知道陶姐 为什么要力挺 就是这这就是一个 他看得到他老公的才华 哈哈哈哈 真的啊 就是他眼中 就是老公你一定会 走出你自己的路 我觉得他们两个那个 间谍情深 在戏里戏外都是 大家都还蛮关注 有点基本上就是 大S的另外一对了 对了 就是一目情侣 跟你们真的不分宣誌啊 哈哈哈哈哈哈 你在我心上齁 10月21号会上 好刘妈高15号 这部10月28号会上的这部电影呢 他算是金马奖也入围了 那他在讲的是1950年代的一群女性思想犯 他们被关到绿岛的故事 这样听起来非常的政治 然后也非常的沉重 哇 他在里面其实你可以把它想像是 不是鬼片的犯效 的那个程度 就他讲的 他当然有一些还是有政治意涵 但是他其实更聚焦的是在语人 而且他最有趣的是 你看了他之后 你会颠覆你对这部片的想象在于 你以为是在讲纯思想犯的吗 没有他在讲那个大时代里面 被迫害者跟迫害者的管主管 这些人其实他们都是整个时代的受害者 所以你不要以为他是一个偏红偏绿或偏蓝 没有 他纯粹就是把那个时代里面的所有的可怜 可怜人全部都点名一遍 让你看到就是你上位者难 你被关的难 然后那个时代有多么难 然后他会让你 我觉得看完之后有一个 他一方面有一些历史的真实的一些脉络 就是会让你看到那些思想犯他们 结局很厉害 结局是我看到就是 今年看过的台片里面 看到结局整个那个下巴被吓 魂都被吓飞了 就是因为他是真实的东西 他是真的有历史的东西 所以他最后 那你看到一些照片 你会觉得不寒而栗 就哇 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过 哇 那个东西是看了之后会吓死 对对对 那个是我觉得是台湾不可避免的 就是你要去认识自己 认识自己的历史的一个必备的过程 这是周美玲导演的作品 对 周美玲导演 我们知道他接下来也是有非常大的产量 Q18什么 他一直在拍片一直在拍片 然后他本来就是离不开 女性一体政治一体 但是他又是一个很有创作能量的导演 的女性导演 所以观众朋友如果你特别喜欢知道台湾电影 现在可以怎么样发展 然后未来可以发展到哪里去 其实他会是一个关键导演 就让你看到说 诶 其实台湾电影有非常巨大的潜力跟能量 是可以冲到哪个地方去 而且是世界级的 就是别人都不敢讲他敢讲 拍那种程度 好 那再来呢 这一部就是还蛮sweet的是不是 这是偶像剧 就是BL剧啦 啊 对 我的牙想你 10月14号下礼拜就要开播了 其实我会不太会把他定义成BLG 不是BLG吗 他是 但是他也是我今年看过 我觉得最看得最开心的 就是我会把他比喻成 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当 但是他是今年的台湾的苍蓝爵 就是那种甜宠 然后很很很pure 然后又非常恋爱感 那个爆表的爱情偶像剧 四个男生 他是男生没错 四个男生 是四个男生 甜宠 四个男生 对 四个男生 对 但是很 对我来说是非常超越性别 因为我在看他们在那边谈恋爱的时候 我就哇 我没看过这一种 就是已经完全让我感觉到 我觉得是在看 我就在看台湾的偶像剧啦 哇 所以他怎么几集啊 他一共12集 12集 然后他播出的频道是什么 他是在Live TV 跟Catch Play上面 OK OK 那其实他国际版权已经卖得下下交 就是基本上那个 你在海外世界各地 其实都可以看到 这个真的厉害 所以他是很强 就是表示说 大家看过国际版权 看了都会觉得很想买很想买 因为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好现说到BLG的范畴的话 我们知道这脉络就是 韩国最近有语意错误 对 泰国也有 泰国也有 就是那个黑帮系列那种东西 都是会有一些很爆款型的BLG 但是我又觉得 这些跟我的亚想你比起来 我亚想你也都是凌驾在他们之上 我指的是精致的偶像剧的拍摄的等级 跟他不做作的 然后跟他的那个明亮跟粉红泡泡的程度 就是一切都让我觉得 连台湾偶像剧 我老实说我这样好像会得罪人 但是台湾偶像剧都不一定可以拍的这么个可爱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江瑞士导演 他已经拍出一个 你知道已经很厉害的 就是熟男生巧的程度 江瑞士导演本来就是台湾最会拍电影的商业片导演 脚头也是他拍的呀 然后之前很多其实好戏 或者是很难的议题戏他都碰过 所以他算是一个台湾在练就类型戏剧的功力上面 很上层的一个导演了 那四位男生 他们是新生代的吗 因为周宇天就是周星泽的哥哥 他很出唱片 他本来对啊 周宇天算是里面最红的 能见度最高的 但我觉得里面那个张峰豪超厉害的 张峰豪 他就跟周宇天是一对的 对对对对 他演那种小男生演到就是年夏功 然后很努力的去追打大哥哥的那种戏 我演得超少女耶 就是我觉得天哪我好想要就是像那样的就是我的少女时代那种东西会被他cue回来 哇天哪如果人生有再一次你要去追一个男生你就应该这样追太可爱了 哇我的牙想你10月14号每次经过这个确议分享的话我们就觉得好像要看一下 逼看逼看认真推我的牙想你就是牙痛的牙啦 那个故事其实 其中有一个 那故事也很厉害耶 因为你把它把牙痛诠释成为PTSD 就是为什么你一个人会有一个创伤会有一个东西你不敢去碰触 所以他是一个成长电影来着的 就是那个男主角他的成长脉络是他很恐惧一件事情 然后直到最后他心灵跟生理上面都被治疗完成的过程 这个本也蛮有趣的 这个本是有点厉害的 他看起来通俗 看牙他对从小看牙有畏惧感 然后碰到了饰演这个高冷牙医的那个院长 他们就开始有一个难以自拔的医生跟病患的爱验 但是我要讲一下这个男主角就是另外一个余境就是演牙医的这个男生 他其实小时候演过蔡依林还有那个他好像五六岁的时候就开始在那边演MV 所以他其实你现在去回回看他在蔡依林或者是周杰伦的MV里面 你都可以找到他他甚至他还有跟Vivian他演过Vivian的小孩就是 他小时候演过很多东西 他有一个仙女然后他在天庭上面的正义凌来了 然后就是去就是很用他自己的规矩说 你做错事了然后他就把人家干掉 然后只有王母娘娘就跟他讲说 你真的是太一板一眼了 可是人性基本上就是有好坏并存的 所以人性最美的地方或是最可爱的地方就是 有时候你会好好的有时候你会坏坏的 但是你还是很想要善良很想要拥抱这个人间的那种各种正能量的故事 所以王母娘娘直接就把他扁下凡间去当一个小女孩 然后呢他的任务就是他要懂得人为什么会懂得爱 这件事情他才可以再重新返回人间 然后其实这个也是蛮大胆的选角 因为女主角夏龙呢他去年曾经因为金钟奖入围 最佳潜力新人而曾经就是浮上台面 所以他是一个完全型他是法国人 他是住在巴黎的一个法国人 他也是他也是肖静腾的御用MV女主角 那他是讲中文吗 他是讲中文而且我觉得他超强的 因为其实他四年前来台湾发展的时候啊 他是不太会讲中文的 结果他现在你听他讲中文 你基本上不会感觉到口音 然后他说这个是因为他觉得台湾人真的是 他觉得很棒就是给外国人演戏的机会 而且还对他那么亲切 所以他觉得把口音消掉这件事情 是一个基本的尊重 他必须要做的 他必须要做的 所以他我觉得把四年把中文念得那么好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很厉害的一个女孩子 好 仙妮姐姐来我家 好 再来呢我们还有一些时间来聊一下 这个其实蛮多影展的耶 有一个高雄电影节 也是十月十三号小礼拜就要开始咯 高雄电影节有什么亮点 其实因为高雄电影节 他有一个高雄电影节 专门就是在囊括一些短片 世界全世界的也好 或者台湾的短片 只要是你最棒最棒的 除了台湾的金岁奖之外 就是可以在高雄电影节里面看到 然后高雄电影节还有一个 他有一个非常我自己觉得很棒 就是我们不是最近都在吵台北女子图鉴吗 然后城乡差距这件事情被大家盯得满头包 可是高雄电影节其实他就是肩负着 我们看到台湾有很多的影展 基本上还是在北部发生 但是高雄电影节是台湾第三大影展 但是他是在高雄 所以其实南部的影迷们 真的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影展 而且他里面有超级多厉害的电影 我今天看到超开心 就是有很多日本片啊 或者是一些很奇怪怪的 甚至连欧洲片 朱莉叶冰写最近最新的片子 也都会在这边来放映给大家看到 然后也有很多影人会去参与 所以呢你去高雄电影节 晃一圈你会觉得就是很热闹啊 那有点像南部电影人的嘉年华 OK好 所以高雄电影节 这个是即将要在高雄 跟大家见面 那里面有很多很精彩的影片 大家可以follow一下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再回到节目当中 最有料最新奇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POP最正点 好10点51分 最后一点点时间 来请这个雀跟我们分享一下 即将要进行颁奖的金钟57 那今年除了这个戏剧节目 跟迷你剧节目当中 男主角非常的热闹 女主角也非常热闹 所以很多人说这个是死亡生死主 没错 好那先来请却跟我们预测一下迷你剧集的好了 男主角入围的有王波杰 比悲伤跟悲伤的故事 影集版 吴鹏凤 哇 祥和回游 林赫轩 大贺 吃汤怪谈 范绍勋 比悲伤跟悲伤的故事 影集版 还有杨又宁 梁承吉时 是 杨又宁的梁承吉时 他的影面在于 梁承吉时是一个短的迷离影集 然后他的每一集呢 基本上都有一个独立的故事 所以呢 他会有不同角色来演 对对对对 然后杨又宁在里面呢 他虽然只演了一个角色 但重点是那个角色非常的集中 在第三集你可以直接把他当作一部电影看完 所以呢他在金钟的评选机制 我们知道金钟奖啊 他有一些评审看不完 所以呢他会剪一段一段一段的金华 那金华是呃自己剪嘛 对对就是制作方自己剪 来送缴 然后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 一定是最精彩的那个段落 对对对对对 那通常呢 例如说你长剧如果动辄十集 或动辄二三十集的剧呢 你要看那个导演或者是编剧制作团队 有没有帮你的角色剪好 让你看到你的表演幅度或爆发力 对但是呃呃 我们讲白了杨又宁不用剪 因为你只要看完那一集 基本上哦 他的那个表演的幅度就被展开了 哇 因为他在里面他演一个就是很落魄的 变装皇后那种团长 所以他在里面很妖娇 你知道他就是那种屁股很翘 也颠覆 那个一般人对杨又宁角色的想象 对他的那种man啊帅的形象 OK 不会像华登初上这样子一直破不了案这样 哈哈哈哈 对他的华登初上也有入围哦大家 好所以这个迷你剧集男主角讲你觉得是杨又宁 我觉得他很容易 如果就是呃 不要去考虑剪辑的话 直接用这一部呃 这一集丢上来他就会赢了啦 但是如果呃 呃 故事的整个故事性 完整性 呃呃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惊喜 嗯嗯嗯 所以你在看他的那个故事性 然后他又很温暖 然后他要照顾一个单亲妈妈的那个过程 真的是太暖了 嗯嗯 然后他又有一个很巨大的一幕魅力 这个是很吃香的 对 然后他的敬业对手就是同一部戏的呃 呃 饭少勋 他演的是以前刘以豪的那个角色 哦 然后我们就知道刘以豪是很疗愈的笑 那饭少勋他就是很很很暖很疗愈的去 OK 呃 呃 但是他用完全不同的研发 但是他又 他真的很帅 然后又很漂亮 就是他在里面跟王靖搭真是太美了 就是当王靖在装可爱的时候 饭少勋就是负责美丽 但是如果王王靖在漂亮的时候 饭少勋还是可以帅 所以基本上是一个非常棒的 那个称职的偶像剧男主角 OK 所以他可美可帅 是 好那明明你剧集 如果要比的话 可能杨佑宁咯 呃 对 但是因为杨佑宁我们知道 他又有皇上初上 对对对 所以可以 会不会有这个比例上的问题 对大家会争论一下 好那剩下一分钟 女主角呢 迷你剧集女主角 你觉得谁最亮眼 不然你可以讲两个好了 免得就是有点 好像让你觉得为难 迷你剧集的女主角 我猜啦 应该还是林晨曦 因为她第一次遇见花香的那个时刻 第一次遇见花香的时刻 对对对 重点是她是一个 我们刚刚讲BLG 这个就是百合剧 就是女同志 但是她是演得很社会写实的 所以她的社会议题性够 然后她又演得很好 所以在某个程度上她会更跳出来 但是一样 邵雨薇也是一个强悍的对手 因为那个单亲妈妈也一样太可爱 真的那个人设太好 以至于就是你观察她的故事 你不用看她演 基本上你就很想要把她讲给她了 然后又演得那么好 好所以林晨曦跟邵雨薇 是是是 不知道到时候会露死谁手 是 然后再来就是戏剧类的男主角 男主角女主角 都很经典欸 基本上女主角应该是草华灯 就是林心如谢云轩 还有梁景华 你觉得有没有捧的双蛋黄 我觉得这次有可能 主要是因为真的谢云轩太强了 但是大家会想说华灯怎么可能不一 因为谢云轩她一次入围两部 四楼天堂跟俗女养成绩二 是是是 哇没时间了耶 那你猜是谁 我猜应该是那个四楼天堂的 谢云轩 OK好那男主角呢 男主角的话 我我觉得那个温生豪一面蛮大 十九八七 温生豪齁 好查清 好谢谢 我们继续锁定小玉的节目